各位好,我們是第12組,那我們的隊名叫做努力生產中 那首先我先介紹一下我的隊員,我的名字叫邵浩龍,我是志工二甲,那再來就是國安聖中士與個人的語體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題目呢就是健康與健身的APP 健身的包含很多也就是運動之類的都是算健身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我們的大綱,我們大綱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為什麼我們要研究這個動機,那第二部分是我們抽樣去調查跟研究的四個APP 那再來就是我們小組作出來的總結 那再來我們想要講解的是為什麼我們想要研究運動跟健身的APP 那很簡單是因為首先給各位看到這張圖是近年來那個智慧型手機使用率的倍率增長 那其實很簡單因為科技進步所以大家使用那個智慧型手機的人越來越多 相信現在各位手上都有一支 那但是在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候你就會使用智慧型手機上面的應用程式 那接下來給各位看到的是近年來,今年2013年App Store他們公佈的十大的熱門下載 各位可以看到的是前十大都是遊戲或者是大家經常用的Facebook Instagram之類的應用程式 但是都沒有一個是健康或者是運動或者是醫療或者是什麼其他類的APP 那我們今天就要講解為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那個你想要下載的東西上面有很多 但是為什麼在排行榜上面都沒有那些關於健康關於運動關於醫療 他們也是我們生活上的一部分 那為什麼他們並沒有佔十大的熱門下載 那首先我們就要介紹我們隨機抽樣四個 從不管是從我們是一個從App Store 然後剩下三個是從Google Play裡面下載的 那第一個呢Jumbo Up它是從App Store裡面下載出來 Jumbo Up它是一個必須要怎麼講 它其實價值不菲啊 因為一個手環就要四千多塊換算成台幣的話 那在台灣好像比較少在賣 那我們組員它是有但是它從美國買回來的 那它的使用方法很簡單 當你插上去iPhone之後它就會開始告訴你如何去使用它 那會登錄你的東西 那你帶著的話它就會去做感應 然後去做你的那個跟App做結合 然後去做提醒 那它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的話也就是睡眠 睡眠的話它可以記載你睡眠的時間 然後甚至可以記載你淺眠跟熟睡的時間 然後你可以去設定它的鬧鐘 鬧鐘當你它可以設定說我基點的時候叫 然後它會在淺眠的時間那個時段 去叫你起床 那老師之前也說過在前面被叫起床的話 那天的心情會比較好 那再來也就是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的話是你運動 運動的話它會記載你的運動長度 那也會記載你的那個 總就是你可能跑步的步數 還有你的距離公里數 那還有你的那個消耗的卡路里 然後它都是又透過那個Jumbo Up的那個手環 去記錄你的那些東西 也有點像是 嗯 App跟那個什麼 它另外另外的東西的結合 那第三個 第三大部分就是它的飲食 那Jumbo Up它可以在你吃東西前 使用你的手機去拍照拍你吃下來的東西 然後在你吃完之後 你可以去透過Jumbo Up的那個程式 去記錄去找尋它食物資料庫裡面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去找它的卡路里 那缺點是 因為台灣它比較少在 就是台灣的食物它比較少記載 那因為它是因為美國公司設計的關係 所以可能美國的食物會記載比較多 然後卡路里記載比較多這樣 那使用心的話 Jumbo Up其實是因為它有一點 它其實它那個算是 算是也算是付費的軟體 所以來說它功能比較齊全 那功能界面也比較好看 那功能的提供的東西也比較多 那可惜的是它 因為它是美國公司發明的 所以開發的 所以怎麼講 所以台灣人使用來說 可能會比較不方便一點 那而且還有一個部分需要提醒的是 因為它其實所有的東西 它都是用提醒來說 所以如果你自己沒有去 去警惕自己說我要做的話 那其實那個全部的東西來說 其實都沒有用 那接下來下一個就是 我要介紹 體重與健康管理APP 那這個呢 當初下來的時候 是因為主要是看我們 是有行政院衛生署 所開發的 那想要下載看看來說 到底台灣政府可以為國民 開發出什麼好東西來 那它有分了五個部分 第一個是閱讀點指數 那第二個是BMI的計算 第三個是食譜 第四個呢是它有國民健康操的示範影片 那第五個呢也就是 有一個可以GoOnline 就是去Search Web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它的使用頁面 那下面那個五個按鈕 其實不太好按 因為它有點出口不良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 使用性的話其實很簡單 食譜的話其實裡面 記載的東西真的非常的少 那國民健康操的話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你可以看著手機 然後跟著它做 那其他的東西來說其實 功能比其他一般在市面上的APP 都來得少 那 在操作介面來說也比較簡略 但是非常適合老人 跟不擅長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人使用 那但是它其實提供的功能不多啦 所以我覺得在選擇上 我不會特別去選擇這個東西 那再來就是第三個是MySports MySports呢它有 它是一個比較其實 有點像是結合Facebook的東西 那Motion Data也就是 Motion Data的就是 你運動的過程中 它可以幫你計算進去的東西 那CAMERA也是一樣就是幫你去照相 那可以分享給朋友 還有可以建立一個社群 跟如果有同樣有這個那個APP的人 可以一起去挑戰啊 可以互相說 那你今天跑多少公里 或者是你今天運動的多少卡路里 那它也有一個是 它還有一個功能是 可以當作那個 那個什麼導航系統 那 使用的話來說 它非常簡單去使用它 那你也可以很簡便的去 改變你想要使用的功能 然後 它可以去做你想要做 或跟記載任何你想要做的那個運動 跟你想要做的東西 那第四個的話 也就是運動鬧鐘 運動鬧鐘其實是由鬧鐘去衍生出來的一個提醒你要運動的東西 那其實很簡單 它從運動鬧鐘來分別其他東西 像運動的紀錄 像這些運動的統計表之類的 那 使用性的來說 其實它可以很簡略 但是也很正確的可以計算你的東西 但是 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沒有辦法去分別你做了什麼事情 也就是說跑步跟游泳100分鐘 永遠就是那100分鐘 它不會去分別說 跑步消耗多少卡路里跟游泳消耗多少卡路里的差別 那 為什麼我提到這四個東西之後 我們要回來看到這裡是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分別研究了這四個東西 那我們從這四個東西 可以 提出三大 三大理論 第一大理論是 運動跟健身的APP 在市面上的宣傳 並沒有如其他遊戲或者是應用程式的來廣泛或者是 來了 強力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經常在看廣告的那些東西來說 其實並沒有像他們這些 遊戲宣傳的這麼的頻繁 那其實你突然看到一個jumbo up 你也不知道什麼是jumbo up 那你突然 你也其實也不太知道我們行政院 發明了一個體重與管理的APP 那再來第二大部分也就是說 他們並沒有去 調查跟詢問研究 使用者使用完後的心得 或者是他們 設計出來的功能 是不是符合使用者想要使用的東西 像 剛剛講的jumbo up 它其實很 很方便 但是問題是 它相對的 好就是要付費 那免費的 它也就是只有設計出來 然後方便你去使用 但是 裡面的東西是不是很齊全 或者是 但是也沒有說很OK 那就是還要再討論 那第三大部分的話 也就是說 呃 在下載過程中 其實會發現 好像 在運動跟這方面的APP 並沒有設計得說很 很齊全 也就是說 呃有時候可能下載完之後 開啟了它會閃退 或者是 應用程式會自己莫名的 強制關閉 那也就是可能是因為經費上 或者是因為它是免費的關係 所以造成它會有這樣的發展 然後也可能是因為 我們沒有使用到付費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能對這方面 沒有說 很 很有研究 然後我們的報告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